6月15日沙巴南岛发生场面害人的泥石流 当时大量枯木和泥石堵塞在邦邦岸绿水厂 造成当地大约2万居民闹水荒 预测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 放眼望去仿佛一片无边无境的枯木 积水处的输水管堆积泥石高约2公尺 有的枯木和树桶长约130米或以上 堆积的枯木和树桶将搬到兰脑救济场处 当地水务局从19日开始连续4天 才清理出一条水流流入绿水厂的水闸及积水处 预计在23日下午分阶段恢复当地的供水 可是全面清理掉河面堆积的枯木 要花上一个多月的时间 要是遇上豪雨还会耽搁清理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